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产品可配多种电动P工具 适合螺丝直径2至3毫米 长度4至12毫米 产品已通过专利认证 技术领先 质量保证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它的结构 打开盖子是螺丝舱 右边这个是螺丝推动块 这里是维修窗 螺丝流稻槽 末端是螺丝出口 上面是暂停开关 好 现在开始产品组装 这个是普通电动P 先帮电动P戴上支架 套上放热胶圈 然后打开推动块开关 记得放上稳定器 现在把电动P插入推动块 这里可以调整适当的工作距离 我们把螺丝倒入螺丝舱 关上盖子 再检查一下刀头深入位置 不能太深 现在开始上下推动 让螺丝进入流稻槽 打开暂停开关 安装完成 我们来试试安装效果 可以看到螺丝从出口处弹出 推动块上下工作 把螺丝带入流稻槽 只要几个简单步骤 就可以工作生产了 接着我来演示产品装配 这次演示的是电视机后盖 拿起安装好的输送机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来 我们现在来加快安装速度 你看 安装螺丝毫不费力 看 安装好了 又快又稳定 如果你不信 我再来安装一个配件 安装这个配件 也毫不费力 装十个螺丝才数秒钟 我们来看看输送机安装 跟手动安装的对比 左边是输送机安装 右边是手动安装 你看 五个螺丝安装只需要几秒 两者安装相差三倍时间 输送机也有使用限制 它不可以水平工作 对上工作 45度斜下工作 使用时请注意 今天的介绍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